我希望陳先生可以過得很好 然後也可以跟他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 到現在想起來比較會 難過的一點是 我剛生完小孩那一天 他轉過來跟我說 就是 我們一起把小孩養大好不好 就我那 就比較難過 然後 就 我 那時候為什麼他會說這句話 我 因為醫生有看著 沒有 沒事沒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哭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 不是他好像 是他一定是很希望我們這個家未來是很好的 然後 剛剛已經檢查出來了嗎 對 對 對 婚姻不好一定是雙方有問題 但是我不想要 講對方的不好 因為他真的也付出很多 我也知道他很嚮往一個家庭的完整 所以我覺得如果 就是李智 跟他可以有一個 讓他有一個完美的家庭 然後他也很喜歡小孩 我覺得我會很開心 我OK 32歲陳子玄 2015年和大14歲陳建龍結婚 當時年僅24歲的他 因年輕 完心重 加上個性不和 兩人最後選擇分開 經過四年沉澱 陳子玄反而認為自己對前夫有很多虧欠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沒有好好的照顧他的情緒 可能工作回家很累 我可能就會臭臉 然後或者是不講話 我後來自己離婚之後我自己有檢討這個部分 經過那一段或是生了小孩宅之後說 哇一切都很不容易 因為我知道他想要什麼 然後我也覺得我沒有辦法給他 很對不起 那如果我勉強給他 會不會兩個人更不開心 剛離婚的時候可能 我會去看一些酸民的留言 結了婚離了婚 生了孩子沒價值的女人 這種的 那可能就會聽到心裡面去 我就會覺得有一點點自卑 老人家會說 你就黑幽了 這種的 我就會覺得 我就黑幽了 那一兩年真的是很負面耶 我都不跟我的朋友聯絡那一種 就是傳Line過來 都是不讀不讀不讀 然後後來可能 因為現在的人其實想法都很開明 那可能認識比較多年輕的朋友 你後來追求者怎麼樣 他其實也是電視人 可是他不是走目前的 電視圈 電視圈的 電視圈不就是這個圈 對啊 不是藝人 他不是藝人 你認識多久啊 我們認識好久耶 10年 那你有打動你的地方嗎 其實打動我的地方就是 貼心的 我很喜歡貼心的男生 像我可能就會在私人臉書 或者是IG 就會投一些 怎麼群麻疹又發作 我也是一個蠻無聊的人 他就可能會 就是送藥膏來給我 就是可能周邊的人 周邊的人就說 只學那個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就會 因為他知道我家巷口在哪 但他不知道我實際處在哪 他就到巷口就買那個紅豆湯 就掛在那個巷口的摩托車 然後就拍照說 我放了紅豆湯在這 你趕快來拿喔 你怎麼上去 因為他怕打擾到我 然後我就 下去的時候 他人就已經不在了 我就說謝謝這樣子 誰先喜歡誰 他先跟我說他喜歡我 然後我當下就 為什麼你喜歡他 我不喜歡 我就說 我們只能是朋友 我就這樣跟他說 然後我就說 我們盡量少聯絡 結果從那天開始 他就消失了 他就消失了 兩個月吧 後來是我自己私訊他說 你最近好嗎 他就說好久不見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要不要出來吃個飯 怎麼好像變成我倒追 沒有 但是也沒有倒追 就是變成就正常的會 開始就會聊天吃飯這樣 所以實際 嚴格來講這樣是多久 嚴格來講這樣有半年 可以說有以結婚為前提嗎 他是這麼希望的 就是 對嗎 那你現在對結婚的想法是什麼 不排斥 可能明天就閃婚了吧 沒有辦法開玩笑啦 對對對 你那你很清楚 才對 那你走 那你走 你 你可以看